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今天是918 当然是个非常敏感的日子 果不其然,我们看到在中国的深圳传出来一条消息 让中日两国的人们本来应该都很震惊 但现在只有日本人震惊 因为在中国国内这个消息被封的严严实实 没有人知道 啥事情呢 就是一名日本男童在深圳上学的途中遇刺受伤 目前行凶男子已经被逮捕 当地警方正在调查之中 这个事情是日本内阁官房的副长官在记者会上证实的 我看日经新闻以及彭博社等等全文媒体都报道了这个消息 可见事情的真实性是没有问题的 在18号早上 这名男童在去自己就读的学校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日本学校的时候 被一名男子吃刀奇迹手上 那日本方面表示他们自己也派自己领事馆的人员前往当地确认事实及提供必要的协助 并且他们也要求当地政府必须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 并且随时回报详细的资讯 那这个事情不是第一次了 就在今年6月份在中国江苏省苏州市也是一对日本母子在等待校车的时候遭到了一名中国男子的袭击 这个事情当时已经把行凶男子控制住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次的深圳和上次的苏州事件会不会如出一辙是大家最为担心的 因为中国这么大 在中国工作生活学习的日本人这么多 偶尔有一次突发事件 意外事件应该讲是正常 但问题的关键是 有些体制有些做法把这种正常变成了不正常 为什么 上一次苏州事件出来的时候 大家就特别担心 也特别关心 这个兄弟他为啥要行凶 袭击小孩子 和日本人有关吗 还是说一个随机袭击 只是他碰到了日本人 到目前为止没有答案 凶险犯罪的动机是什么 原因是什么 是不是针对日本人这一切都不知道 那在这种情况下 又出了深圳这个事情 让人感觉可能又会黑不提白不提 让这个事情过了吃瓜群众关注的这个时间线以后 就又不了了之了 这种事情反而是特别可怕的 所以那日记男童在深圳 在苏州这些遭遇会引起 在中国工作的这些日本人 乃至所有的这种外国人群体 极大的担心 你想在中国上个班 本来经济就下行 很多公司要关门 或者要跑路 或者要转移产业链 结果自己的孩子 还没有人身安全 这会加剧这些外资的高管 撤离中国 这对中国目前想要的 这个想算的这个经济涨 也是有致命打击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那中共的这个文宣系统和他的经济系统 形成了两张皮 经济需要什么 经济需要的就是信息的快速和公开透明 自由的传达 大家知道什么情况 也就放心了 结果现在好吗 苏州那事到底怎么回事 不知道 又出了深圳这个事情 而且是九一八 让人不得不感觉 日本人在中国 他就是不安全 那这个事情 后续的发展 我们也会进一步关注 看看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情况 那今天既然提到了日本 咱们也稍微思绪飞扬一下 脑洞打开一下 前段时间大家都知道 中日之间最大的一个新闻 就是日本国家独学队 以7比0狂胜中国国家队 那球踢的 基本上没法提了 没法聊 想想都是对人极大的刺激 他的差距是极大极大的 当时看到这个比赛的时候 我还想起 习主席最近讲了一番话 讲什么呢 说中国的教育 一定不能搞成什么呢 说一些人是长着中国脸 不是中国心 没有中国情 缺少中国味 不能培养出这样的人 我当时看着 中国和日本比赛的时候 我就感觉他那个 球赛 我看他帮日本人 长着中国脸 他不是中国心 他也没有中国情 也缺少中国味 但是恰恰就是这帮人 赢了个中国7比0 人家那个球踢的 都是欧洲味 我就感觉 没有中国味 也不是什么坏事 要那味干嘛 味这么大 比地体上的味都难闻 所以长着中国脸 如果你没有中国心 没有中国情 也缺少中国味 那我祝福你 那说明你没这么low 那说明你祖坟冒清烟 你终于是个材料 是个角色 有点没这么low的感觉了 真要祝福你 那当然了 说着长着中国脸 没有中国心 那咱也不知道 习主席 他自己家里 那个美国 在美国留学的学生 在哈佛都说 在美国 过了这么久 他有没有中国心 有没有中国味 咱也不知道 还有国外灵 长着一张中国脸 国外灵有中国心吗 有中国情吗 有中国味吗 不知道 这些咱都不知道 也不敢问 也不敢讲 咱们拉回来 说说 还是说中国和日本的对比 不用去比GDP 也不用去比那些空气质量 那些硬指标 你就看看 现在日本在软硬文武两个方面 已经把中国甩开了多少 你看足球 人家所有的日本球员 都是在欧洲的非常棒的球队 踢球踢主力 踢主力没有一个例外 坦率的讲 日本的足球 就凭他们球员这个素质 在欧洲已经是二流了 欧洲二流什么意思 欧洲二流意味的是 亚洲的绝对超一流 赢你7比0 都没费劲 都没认真踢 赢你7比0 所以在体育这方面 已经远远甩开了中国 那除了这个事情以外 还有什么 最近大家看到没 美国的艾美奖颁奖了 日本题材的美剧 慕府将军 狂揽18项艾美奖 哎呀不得了 狂揽18项艾美奖 其中最佳剧集 最佳男女主角 最佳导演 四个重要奖项 全被慕府将军拿掉了 另外 那个 甄田广之 另外一位女演员 叫泽景姓奈 分别获得了 影帝和影后 两个都是日本人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看看日本的软实力 他已经席卷了整个欧美世界 或者说 人家整个就是欧美的 比较超一流 比较高水平的 文化潮流的一部分了 人家已经脱欧入美 脱亚入欧 脱亚入美 已经成了一个整体 所以文武两个方面 从足球到戏剧创作 戏剧演出 演员的功底 日本都已经 远远甩开了中国N条街 现在中国的老百姓 还在琢磨什么 我去 还在琢磨918的时候 揣着把刀 躲在某个地方 什么时候 看着日本小孩上学了 给人家一刀 你说这个 老百姓的底层思维 老百姓精神底色 他精神面貌 他已经插到了 什么地方去了 当然你会说 这是个别现象 中国大部分老百姓 对他们还是 没有什么仇恨 但是每次你看到 这种事情出来的时候 网上的舆论 也都很极端 另外关键的问题是 如果它是个偶发事件 你的媒体 你的党宣 你把它报道成 如实报道 它就是个偶发事件 不就得了吗 比如这个犯罪分子 嫌疑人 他为什么对人家小孩动手 对吧 结果你越按下来 越让别人觉得 这事有问题 那更何况 中国的网红 现在都很多人 在拼这个爱国流量 都在靠和日本人碰瓷 来博取流量 最近的这个谁 这个亚人 对吧 那个那就是个流氓吗 那个亚人在原民园 就是不愿意 故意不给日本游客 让座 不让座 其实啊 让座是这个 情分 不让座是本分 不让没问题 就显得你人比较low 不让还不算 他还揪着人家这个导游 还有日本游客 不依不饶 在那里 打民族主义牌 肆意的谩骂 侮辱 日本游客和导游 所以这个情况 就让人感觉 这不是个个案 这是整个 仇恨教育 结下的一个硕果 那目前 这个亚人啊 也消失了 也不知道他去哪了 希望啊 内地的很多媒体 能够追踪出来 看这孙子到底去哪了 他在美国的时候 就因为性侵 这个女的学生 被抓起来了嘛 美国的媒体都有报道 但是他逃回去了 而且他在美国的 当年的保时金 好像就有一百多万美金 他爸给他付了 这就是中国典型的 下一代的这个特征 就是老爹老妈 趁着中国啊 这个崛起的时候啊 是捞了好几桶金 但你看你培养出来的 这些孩子 那就是个祸害 对吧 这种事情不是个案 是普遍现象 所以啊 这个仇恃情绪 那目前啊 它就是这么个状况 我感觉 无论对中国社会 还是中国个人啊 在海外别人怎么看你 那都是一个 非常致命的打击 另外啊 我们今天补补课 也聊一下前两天 9月11号12号两天 在天津滨海机场 出现的飞行物问题 我这里用这个词 叫飞行物 为啥 现在又唱了个罗生门 有人说啊 这就是无人机 官方也说是无人机 后来又有人用词 叫不明飞行物 明不明啊 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 这个事情啊 对天津 发生在天津啊 有它的必然和偶然因素 首先啊 说这个必然 是因为天津的这个城市管理水平啊 那是有名的啊 有名的 那当年就有个说法 说本拉登在对美国发动911恐怖袭击之前啊 他在世界很多地方踩点 踩了很多点啊 首先啊 他来到了这个中国的北京啊 他的飞机的上空盘旋考察 他说哎呀北京咱不能轻易动啊 毕竟咱们要跟中国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 另外你看北京不管是牛街啊 还是什么地方都有很多的这个啊 清真寺啊 这个咱不能动他啊 所以那北京啊就放过了 然后他们又飞到了 飞到了附近的天津啊 飞到天津 真的看的时候 北拉登不让大弄 说你们带我来这看什么 这里下不是已经炸过了吗 啊 这就证明了 在北拉登眼里 北京啊 不能炸 但是天津啊 一看就是炸过了 那个城市布局 城市的基本建设 那这个混乱和破烂啊 连恐怖分子都不惜炸他 啊 这就是天津的这个管理水平 当然了 天津 作为这样一个敏感的地带 离北京这么近 那他在军事安全方面的这个布置啊 应该是非常非常啊 超一流的 所以这一次 这个无人机事件 发生在天津 更让人感觉啊 这个事情啊 他不一般啊 那根据很多媒体的报道 这两天我也看到王局在节目里 拿到了内线信息 说什么呢 这个无人机啊 导致天津机场连续两天停飞啊 北京啊 还有相关的部门很着急 当时呢 就有一个公安部的副部长 就在天津开会 知道这个事情以后 马上带领大队人马 杀本天津 滨海机场 先把这个事情查清楚 但是没戏啊 正在那里一筹莫展的时候 也不知道谁干的 也不知道怎么把它给弄走 第二天9月12号 这些无人机啊 又来了啊 这叫戏弄啊 这叫戏耍 这叫不折不扣的挑衅啊 咱到现在也想不出来 谁有这样的胆 谁有这样的能力 敢在天津跟政权 跟体制 玩这一套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所以恰恰是因为啊 党政军集中了技术力量 集中了人员的优势 查这个事情 没查出来 结果 大家不好意思提了 在9月12号以后 天津机场就停止了 他们对外 几乎每个小时 都要发布的动态信息 不行 就不公布了 让全国人啊 也不知道最新的进展 那通过这种方式啊 减少 全中国的老百姓 对这个事情的关心 试图中国通过这个手法 让他不了了之啊 但问题的关键是 对老百姓 你是不用交代 因为老百姓 转眼就旺嘛 但是你怎么给习主席交代 你怎么给北京交代啊 这个事情 说白了 它还只是影响了飞机的起飞 降落 对吧 停了好几天 他万一 如果携带了其他的物品呢 万一携带了爆炸物呢 你这个事情 事就大了去了 不敢想象 在当今的中国 在严防死守 在专政力量如此之强 摄像头漫天遍地的情况下 还有人用无人机这种方式 来挑战权威 来挑战北京 更关键的是 到现在也没查着 到底是谁干的 怎么回事 这种诡异 让大家觉得 特别特别的一个担心 另外 这也不是中国的第一场 第一次出现无人机 来闹事的情况了 以前在成都就发生过 也说不了了之 查不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而且这一次 有两个明显的特征 我看网上有一些 这个飞行器的爱好者 自媒体 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第一 是有消息表明 它进入了跑道范围 所以它不是误入 也不是友好入侵 而是从一开始 就想砸场子 就想炫耀 就想挑战 第二 它有意的这些无人机 间歇性的出现 那就是 如果机场没有动静 它也不出现 机场一旦有飞机要降落 或者起飞 它就出现了 刻意的 有针对性的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这些无人机 对机场的运营比较了解 甚至有一种可能 这些无人机上的 这个通讯设备 它能够收听到 机场的内部通讯 或者说机场 比如说 升降塔 指挥中心 和将要起飞 或者降落的飞机 之间的通讯 因此 机场在发生什么 整个的运营系统的 关键的通讯信息 无人机想知道 是可以知道的 这一点特别的可怕 特别的可怕 那也正是因为 他们这样蓄意而来 而且他完全知道 你们是在沟通什么 他有意的躲闪 才导致公安部出面 也搞不定 到后来 不但公安部出面 搞不定 北京郊区有一个 叫什么 叫陆航团 陆航团就是一个 特殊的兵种 就是主要是 以直升机这些方式 配合陆军作战的 陆航团派了 很多直升飞机 就驻扎在 天津机场旁边 以防它再出现 如果再出现 怎么办 直接都用直升飞机 给它干了 对不对 但是 陆航团来了以后 它们又不出现了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 陆航团 入驻天津 这些玩无人机的 背后的这些力量 也知道 大家是不是感觉 细思极恐 对 现在的事情就是这样 表面上看的是 滴水不漏 是天罗地网 实际上 有办法的人 了解体系的人 他们就像希腊神话里边 那个阿基里斯之种 还一击击种 什么叫阿基里斯之种 阿基里斯是希腊 那个大力士 神话中的那个大力士 英勇异常 无人能敌 但是只有他那个脚心 你一摸 这个大力士就会忽然倒地 是他的命门 你看 现在 就这几架无人机 就显示出来了 中国目前这个状态的命门 在哪 所以 这次指挥无人机 搞事的这批人 非常厉害 就是说 既有钱 又有技术手段 又有人脉 我们不敢相信 集中的军方和公安两方力量 竟然查不出了这批人到底是谁 所以这个东西 很可怕 要多可怕 有多可怕 所以现在大家发现了没 不能相信所谓的高科技系统 在高科技的系统 在很多情况下 你也考虑不到 所有的场景 在这种情况下 就为很多 看似 比较 low 比较 没有这么高科技含量的一些 对抗方式 实际上提供了一种可能 你看 天津机场 这么牛逼 这不也没办法阻挡 无人机 造成了这场灾难吗 当然 再往前推 我认为 应该往哪个方向去找呢 就是说 这个事出来以后 会有谁最受益 那就可能是谁干的 比如说 怎么能够消灭掉这些无人机 有一种武器 叫激光武器 很多机场实际上配备了 就是出现以后 如果无法驱离 就用激光枪 直接给它干掉 那看看 生产激光枪的这些厂家 或者他们背后的资本 是哪些人 我觉得这些人 目前看来嫌疑最大 因为什么 就像以前 我上中学的时候 我们班同学 有个人 他爸是修自行车的 有一天 我这个同学跟我说 邦润 你不要上学 你不要再走那条路了 那条那条路 我说为啥 他说 我爸又撒了一些玻璃 玻璃茶子 在路上 就是等人来扎了车袋 去我们那修 我告诉你 你就可以绕过那些路 天天好一块来上学 我一看你看 这种事情 它都是这样的 在路上 撒这种玻璃茶子 然后增加自己修 修这个自行车轮胎的 这个业务 和现在这个一样 在天津上空 你搞战玩意儿 不就是为了让别人买你这些激光签的一些设备吗 这个东西 在当前 整个的经济 极其内卷的情况下 这个事情是完全可能的 另外 不光中国这样 你看看 这两天 9月17号 黎巴嫩真主党使用的船呼机 我们N年前 几十年前用过的船呼机 竟然是吗 竟然成了一种武器 很多黎巴嫩真主党成员使用的巡护机 在腰上别着的时候爆炸了 至少9人死亡 2800人受伤 很多人都怀疑这事是摩萨德干的 但是摩萨德目前对这个事情没有表态 没有承担责任 但是很显然是有人刻意搞的了 所以你看巡护机 其貌不扬 也能成为武器 目前有人看到了 这个船呼机是和台湾的叫金太阳神生产的船呼机是一样的 这个事儿暴露出来以后 台湾这家厂商的网站立马打不开了 立马打不开了 大家知道真主党为什么使用船呼机吗 因为用手机就很容易被以色列追踪他们的位置 现在使用巡护机就不用了 就不用了 那个信号不容易被侦测到 但是你再聪明 你也聪明不过自己的命运 以色列就是用了这种设备的弱点 导致其爆炸 有几种可能 第一 就是把这些在出厂的时候 就对这些船呼机进行了电子篡改 或者植入了一些爆炸装置 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 它远程改变了这些船呼机的设置 你只要远程关闭电池的散热系统 这个电池就会自动成为一个定时炸弹 人为制造这种爆炸的可能 所以你看这种情况你说怎么办 你躲是躲不过去的 这也是为什么 我看美国的商务部长雷蒙多 这两天说将来如果进口了中国的电动车 每辆电动车都有可能 那意思成为今天 黎巴嫩金主掌 腰上别的那个船呼机 那中国的电动车里面藏的啥 你哪知道 它瞬间让你所有的电动车启动不了了 或者开着开着跟你秒停 或者它那个电池 远程遥控可以成为一个定时炸弹 那你说怎么办 所以如果把这些事情联系起来 那人真的是 所有的聪明才智都用在了消灭对方身上 搞来搞去 像英文里面一句话说的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你干的这一切最后都会落到自己身上 那中国的这个电动车 会不会跟传呼机似的被用作武器 咱也不知道 那么欢迎咱们的观众朋友里面 这些行家这些高手 谈谈您的看法 今天我们就先给大家聊这些 欢迎您给节目点赞 更欢迎您留言 谈谈您的思路 谢谢 下期节目 再见